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社会主义越来越少 社会主义退出市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但是委内瑞拉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 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影响政权 然后又影响人们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还是从委内瑞拉谈起 最后再谈一下中国的经济 那么因为中国冲结要到了 冲结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好事 也不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事是因为人们可以羞生养息一下 大家都太累了 对吧 不是一个好事 是因为过完冲结之后 可能会形势非常不好 那么说到委内瑞拉 这个国家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曾经是大家认为 离天堂很近的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在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 它在思想上失去了进取心 大家想享受了 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精准的摸准了人们这种心态 所以就给大家许诺说 我们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一切都是国家来负担 那么你们同意不同意 老百姓说就同意 同意那我们就把这些企业 就收归国有 我们实行这个公有制 在公有制的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这种福利 高福利 所以呢 委内瑞拉经历了一次国际民退 当然那次国际民退的方式 它是在石油领域比较明显 先是企与石油领域 用的方式主要是熟买 它不是强行拆迁也不是强行霸占 它是熟买收购 就把外国的一些这个炼油厂 石油公司都由国家出价 收购到国油 然后赚来的钱呢 刚好分给大家 那个时候委内瑞拉这个理想啊 是实现了一部分 就是赚来钱以后呢 确实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福利 免费的 就是住房啊 食物啊 教育啊 医疗啊 那么 因为提供了这种免费的服务 老百姓呢 就对这个领导人啊 更加的崇拜 觉得这个领导人好 给我们提供免费的东西 这个时候老百姓并没有认识到 这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 对这个民众啊 进行这个思想渗透的一个过程 反而呢 让民众不计这个前嫌啊 就是说 不计后果的去支持一个人 并且把他造成神 这个就是查维斯大独裁者啊 查维斯呢 把国家推向了 从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啊 推向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践 而且呢 那个时候他公开的这个 学习一些社会主义的前辈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这个时候 失去警惕心 让查维斯可以为所欲为呢 就是老百姓啊 其实得到了一些好处 在小的地方得到好处 让老百姓迷失了眼睛 在大的地方呢 就没有看清楚 查维斯总在一条危险的路上 那么查维斯集权之后呢 这个一度啊 委内瑞拉实现了 不逢它的理想 但是啊 委内瑞拉的经济非常脆弱 它的出口啊 90%左右都是靠石油 那么 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呢 委内瑞拉的经济的毛病啊 就是单一性啊 能够显现出来 它的这个 靠卖石油的收入 来维持高福利的这种模式啊 走不下去了啊 这个委内瑞拉那个 查维斯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经济不太好了 走不下去怎么办呢 就两条线 就走不下去实际就是没钱了嘛 因为你没收入了嘛 第一条线就是借账 借钱 那从中国借钱 对吧 从这个俄罗斯借钱 第二条路呢 它就是运钱 就是借钱和运钱 这个结合起来 目的呢 就是还是维持它的这种高福利 其实不只是高福利 因为国进民退啊 那么其实养了一个特学阶层 就是国的这一部分啊 政府机构啊 国营企业啊 实际上效率很低下 而且有非常严重的贪腐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钱来得容易啊 那么就挥霍 挥霍不下去就借借 最后就发展到印钞的这个地步啊 印钞就引起了通胀 这在这个马杜罗上去以后啊 就很快就能显现出来通胀很厉害 但马杜罗上去以后 刚开始它没有办法 灭对通胀啊 一方面它继续借钱 借更多的钱 另一方面呢 继续印钞 2015年的时候 那它一个美元呢 会这个 坏这个 一千个 这个叫 玻璃瓦尔是他们的货币啊 这就是实际上是 这个 它已经通货膨胀了 货币贬值了 那么 印钞以后 这个 因为通货膨胀 老百姓觉得钱不够啊 物价上涨太快啊 百分之一千 通货膨胀率 所以呢 怎么办呢 印更多的钞 更加的去印钱 印钱到什么程度呢 印钱到 这个 钱多 就是这个 钱多到什么程度呢 所以这个 关于印钞这一块呢 这有很多故事了 就是说 印钞的速度啊 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啊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就是 关于印钞的 因为他自己呢 最后自己也不印钞了啊 自己印不了了 需求量太大 据说哪一年 2015年 2016年 印了多少钱呢 印了 100亿张 钞票 当年美国印了多少呢 80亿张 而美国经济 要比美能人要大多 最后到什么程度 就他印钞的钱没有了 印钱的钱没有 他印钱的是 不是自己印的 就交给那个 德国 英国公司 英国的一个公司 法国一家公司 德国一家公司 最后还欠人家 印钞厂的钱 印钞厂不给他 货币了 因为你不付我美元 所以呢 现在美国印钞厂呢 这个 走到今天 100%的通货膨胀率 人们的收入远远跟不上 这个物价上涨的速度 推一车厢的这个车前 去买一个热狗 就那么长一个热狗 这在美国 在加拿大街面上 一般人都不吃现在 就是有时候实在饿了 路边没得吃 每一个一两块钱 是吧 他要退一车子钞票 那人们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呢 只能外逃啊 所以就是他的 就是这个 赚不到足够的钱 就是外逃 企业失忆 企业倒闭 企业倒闭就是太多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物价的上涨以后 大部分的企业都无法支撑下去 那么 维利利亚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外逃期 大概300万到400万人外逃到巴西和哥伦比亚 外逃 到今天这个层面上 外逃这个阶段结束了 到什么阶段了呢 反抗 就是起来了 我也不逃了 我不要马多罗了 那么要改变了 终于明白 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要通过对国家的改变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你看这个 企业瑞拉的这个经济逻辑啊 他就起于国进民退 走公有制 然后呢 大规模的借赠 然后呢 印钞 再印钞 一直印到 连印钞的钱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完蛋了 大规模的事业 外逃 现在进入反抗 这就是这个逻辑链 可以说啊 维内瑞拉 就是这个变革的这个力量已经起来 也回不去 也停不下 这个国家必然变化 就是往什么地方去变的问题 应该说老百姓通过这么几年的这个苦难日子 他有所误 他有所明白 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呢 这次变革 应该是反马杜罗的这个方向走 这是委内瑞拉 那么通过委内瑞拉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中国 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 虽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中国因为经济的这个体系啊 相对来说比较比委内瑞拉齐全 但是呢 它的经济政策 或者经济的这个理论 跟中国非常像 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 就是走在委内瑞拉做的路上 这些事委内瑞拉都干过 那么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经济既然在下滑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失业人口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很多人就问 冲结之后 情况会不会更好 那可能 我要说冲结之后啊 情况更糟糕 因为啊 冲结之后 也是整个衰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就回看中国这几年 这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啊 它跟委内瑞拉很像 它现在走在委内瑞拉当年的某一个阶段 首先呢 中国的这个 这种经济的这个 衰退的根源 要我说也是从国进民退开始 国进民退什么时候开始呢 严格的说是2008年开始的 在2008年之前 是国退民进 一部分的时间 在李荣荣上去一段时间是国退民进 然后郎贤平喊话之后呢 就是说 国不进民不退 大家稳在那个地方 国营企业呢 进行内部的整合 李荣荣进行内部的整合 调整 08年之后呢 国退民进 就反过来了 叫国进民退 因为应了4万亿 国进民退 刚开始是从市场开始的 就是国营企业 先抢的 不是抢的公司 抢产权 不是他抢市场 因为有4万亿的支撑 国营企业活过来 然后呢 在市场大肆的进攻 然后压制了民营企业 这是国进民退 在市场上国进民退 民营企业倒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这个国营企业的实力更加大 那怎么办呢 就是转入国进民退 进入产权方面的 就是国家挤压民营企业 最后收购民营企业 就是把你消灭掉 或者把你收购收编掉 而且刚好碰上一个 糊涂政策 这个政策叫 混合所有制 本来混合所有制是 拿私营企业 混合国营企业 准备改造国营企业的 这是李中堂的初衷 这个想法可能还是 出于一个善意的想法 但是呢 就被人打击 这政策就变成了 国营企业 去收购民营企业 去到民营企业里面去混合 就混合所有制 实际上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变种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国家是这个中国啊 就是大规模大局投资 国进民退啊 市场很好啊 到处投资啊 对吧 国内就是PPP啊 国外就是一带一路啊 这个PPP呢 一个工程基建 房地产 这个大家都熟悉 不说了 对吧 然后大规模投资 伴随着是 大局的这种挥霍 为什么呢 钱太多了 钱太多了 这个挥霍呢 就表现在 对内呢 主要是这个 政府 吃财政饭的这个机构团体 无限的庞大 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啊 送到这个体系里面去 吃 吃 吃国家的钱啊 这就是纳税人的钱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养了大批的城管啊 那对外呢 是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挥霍呢 就是对对外进行 不计成本的这种投资 或者是这种 捐赠 这几年这方面花的钱太多 这实际上是一种挥霍 川普 为了57亿 跟这个国会闹的门都开不了 美国有这个钱吗 美国太有这个钱了 对吧 美国随着一个中型公司 就可以拿出这么多钱 但美国为什么这么扣呢 这是这美国的政治决定的 对吧 他呢能够这个把预算在国会手里控制的比较严 中国是这方面失控 所以呢 这个大举挥霍之后呢 形成了高债务 这种挥霍不指的是消费的挥霍 投资也是一种挥霍 无效投资啊 PPP啊 对吧 一带一漏啊 多少那个烂账 这也是一种挥霍 这种挥霍一定造成高债务 政府债务 企业债务 家庭债务 家庭债务主要是房地产带起来的多 P2P 那么企业债务主要是PPP 带起来多 加上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胡乱的投资 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啊 地方政府债务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走上了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事 中国当然没有借钱 实际上是大规模印钞 大规模印钞 这个印钞08年印钞 开了这个头以后 历届政府都 后面的每一届政府都好像 这个这个也没有每一届 也就两届 就政府就好像上瘾了 为啥上瘾了 实际上被绑架了 你不印钞不行了 你不印钞 这个地方政府马上关门啊 你这些这个国营企业马上运行不下去啊 它需要钱 对吧 所以你必须印钞 那么印钞呢 就导致 因为中国的印钞啊 跟委内瑞拉 不太一样的 中国这个双轨制啊 它的这个力量更加强大 而且它印钞 印出来的钱呢 它通过固定的渠道啊 这个下去 每次印钞都通过那个管道下去 每次印钞都汇集了那部分人 所以 不管政府印了多少次钞 你看中国穷的那些人更穷 富的那些人更富 就印钞催生了这个两极分化 这是你内部结构的问题 然后呢 这就 印钞的这个作用是 但是编辑效应它是递减的 因为实际上 这主要是因为市场机会是递减的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是下降的 那么你继续 印钞的频率就会越来越快 原来你可以印钞管两年 08年那一年就是 印了一次4万亿 一直管到10年左右 11年对吧 没办法再印了一次 再印 后面现在呢 印得更频繁 几乎每年都开始印 对吧 因为你印的钱出去 拉不动投资 拉不动这个经济 所以不停地拿印钞去 这个应对这个政府的运行 这我们就叫持续的印钞 持续的印钞 所以这些钱呢 就持续的往基建方向跑 所以各地那个基建都建得很漂亮 哪来的钱 印钱印出来的 对吧 还有往哪里跑呢 房地产 他为什么不往股市上跑呢 那股市那个割韭菜 割得太快 对吧 来不及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太快 所以都往房地产上跑 说房价很高 对吧 所以持续的印钞 房地产高 最后呢 就是导致 房价一高 什么都高了 就我前面做节目的时候 说的那位明天说的 综合成本都很高了 对吧 综合成本包括这个房价 包括税收 还包括你黑色的这些收入 对吧 然后这些综合成本高了以后呢 这个企业效益就下降 然后呢 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一些乱作为 下折腾 抢民营企业家 不是抢 就是我说的那种 黑色的钱 规则的手啊 每一个权力都在 这个民营企业身上吸血 所以这民营企业出现 大规模的外逃的这种 官场外逃的这种趋势 官场外逃 这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那个阶段 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事儿 都是以前发生的 现在走到哪里了 走到民营企业 大规模的官场 走人 外资企业也官场走人 这主要受美国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节点 就是官场走人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政府啊 他那个权力的手啊 这个又出来了 你官场走人 也不让你好走 就是你活的时候 不让你好好活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 这就我反复做两期节目 就是揭示 这个民营企业家说 遭受的这种苦难 然后他又官场 官场也不让你官 要找人啊 要交很多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碰上了今年的冲结 我的判断是 冲结过后啊 一批企业将不再开门 因为依据这个中国的传统啊 冲结的时候 大家都要回家 企业家要回家 员工要回家 员工回家刚好 等于就地前散 企业家呢 也要去探亲 该出国的出国 该隐身的隐身 那么过完冲结以后 很多厂子送室也就不要开了 那么不开厂子是一个坏的行为吗 不是 不开厂子是一个企业家自保的行为 一方面自保是因为 确实2019年看不懂的东西太多 看不清的东西太多 综合成分依然那么高 对吧 然后你还散伏的印钞 而且现在这个印钞啊 又不是控制了 对吧 就前面说的 这个不跟印钞啊 人民币发行啊 不跟这个美元挂钩 不跟这个外币挂钩 跟国债挂钩 这是一个扯淡事啊 这个是目的啊 是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没办法 没有办法 他必须找个理由去印钞 有人就出了这么个主意 所以呢 这个印钞呢 是冲结过后 立马就要干的一件事 现在当然也得干 冲结钱放了几万亿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无贸印钞啊 它或者是以国资为 这个跟国资勾的这个印钞啊 它实际上是 坦实讲政府已经 运行不下去了 没钱了 没钱一方面是因为 没钱支付现有的运行了 第二方面是因为 没钱支付债务 你还债没钱了 所以现在债务这块怎么处理呢 原来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剥离 就像过去的四大债务公司一样的 去进行这个处理 合账 合销 现在呢 现在呢 他如果说拿人民币跟这个国债挂钩 他就会拿印钞来充国债 充债务 就比如说他欠你一万亿 没关系 没钱没关系 我印一万亿给你 对吧 这样就把债务冲销了 这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一招 这是自杀式的一种 一种印钞 所以我们说委内瑞拉是怎么死的经济 那就是印钞淹死的 拿钱淹死的 中国现在管印钞的这帮人啊 没有在这个被钱淹死过的这种经历 所以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 又想去大规模印钞 还债 你不是现在 有某位这个公子说了吗 对吧 中英来说的吗 欠六百万亿吗 那我印上三百万亿先给你 这三百万亿印钞是多少钱啊 对吧 债务没有了 所以他印钞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冲销债务 因为印钞人民币多了 对吧 贬值 那过去的债务呢 你可能欠一万亿 你现在的这个贬值后来 一万亿根本不算什么了 对不对 拿印钞我把你债务去完全的吸湿掉 这多好 这把债主打死了 对吧 所以这一招呢 既杀自己也杀别人 也杀债主 这就又走上了大规模印钞的这种路 这条路呢 能淹死委内威拉 也能淹死中共 只不过呢 你的池子比委内威拉大一点 仅此而已 那么如果说这个局面出现 就是加上这个冲销之后大规模的官场啊 就是失业潮 就是大规模的失业 大规模的失业意味着一定意味着这个动荡 因为你一边在印钞 物价在上涨 然后人们的收入跟不上物价 人们的收入在下降 实际上在下降 那么人们又没工作 这就是委内威拉发生外逃的那一块事 因为刚开始很多人是不愿意反抗的 很多人他认为自己是体面的人 比如说律师 会计师 医生 对吧 教师 他认为自己是体面的人 他不愿意去做这个激烈的事情 这个时候他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反抗 他是逃 他是去找到能够生存的地方 可以到台湾去吗 可以到香港去吗 可以到东南亚打工吗 对不对 在中国人的世界太多了 往哪里逃啊 所以中国人外逃的可能性小 而就地闹事的可能性大 这就是叫动荡 这就是动乱 这就是政府眼里的动乱 实际上是民众的一种抗争啊 因为收入下降 生存受到威胁 他一定会起来 就是走向抗争的道路 他忍不住的时候 他一定抗争 这个抗争呢 在政府眼里就是一种动荡 那么政府可能 会动用一定的手段 来控制你 这就叫军管 或者是办军管 实际上呢 在很多领域 这个军管已经开始了 我一反复地说过 不要以为军管就是拿枪对准你 拿枪对准你的钱也是军管 拿枪对准你的凉袋子也是军管 为什么军管呢 是因为他用了系统 另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说双轨制嘛 双轨制里面那一部分人呢 他还养得还不错 对吧 这部分人呢 他用来管制社会 对吧 所以这就是大规模的 这个现在招募警察军管 这个大规模的军管啊 现在正在向众生领域发展 就是传媒这一块 也是办军管了 基本上军管了 就是说这个媒体啊 媒体根本不敢乱说话 对吧 电视和报纸都在走上死亡的路上 自媒体呢 现在就是连你微信说话都抓得很厉害 就是你应言获罪啊 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 这就是一种对言论的军管 对吧 那么这种军管实际上都是成本 都意味着大规模的这种成本 那么你又没钱 你只能靠印钞去冲销这部分成本 就是说印钞这台机器 是越开越快 不仅停不下来 减速度很难 最后就说这个委内瑞拉的人 到餐馆吃饭 买一只鸡 双方交易那一送钱是多少钱 立即交手 因为你要交接慢一点 那个钱贬值了 那就这个鸡就涨价了 你拿那点钱就不够用了 所以就是送信万变 这历史上也发生过 委内瑞拉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在当前确实是最严重 历史上还有更严重的 不要说一晚上十几个小时 人民币 不是人民币 这个货币就贬值一堆子 就贬值一半 最后有些国家被逼无奈 把本币都放弃掉 用了这个用美元 用其他的国家的货币 用美元 委内瑞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现在也有人出来说 就是委内瑞拉放弃掉本币 就是改用外币 就是用美元 这可能也是一条路吧 但是现在马杜罗跟美国关系这么差 能用美元吗 你除非把马杜罗干掉 现在上去以后 你要么用美元 要么就废掉 重新发行货币 严格管控货币发行 那么有可能会搬回来 那损失非常大 一批人一批资产会贬值掉 这个大规模的失业有个症痛 那中国也是会这样 那么如果说这个贬值到来 军管会向一些人们 日常生活的领域 这个渗透 就是粮食和油 就是石油 就是你开车的油 和粮食和生活物资 比如说化粹农药 这个领域送透 这就是 都是进行军事法管制 军事法管制后面 伴随的是什么经济形态呢 就是计划经济 就是走计划物资掉拨 那种模式 它预测你的需求 然后给你进行掉拨 就大家可能都吃不饱 但是也都饿不死 这个军管带来计划经济 是必然的一个选择 没有其他可能性 就是政治上军管经济上 一定要伴随计划经济的 进行物资 计划经济就是物资计划分配 而计划经济 在中国一代大规模推行 一定会先带来一个叫短缺 经济短缺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 大规模的官场导致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 计划经济本身 它的效率和它的 对人们的生活的 照顾的及时性 或者全面性 它不足的 它不可能把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需要的墨水 需要的钢笔 什么都计划到 对吧 很多地方会产生短缺 就是它会 只顾大的方面 民生方面 那么这个短缺一代起来以后 当然粮食短缺也有可能的 但是它通过计划经济 能够保证的就是 粮食能够在 需要的地方 能够吃不饱难饿不死 这个就是它可以做的 一定的平均化的这种分配 那么这种短缺加上这个计划经济 一定会导致另一个形态出现 那就是进一步的国进民退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计划的管的环节或者领域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依赖政府了 依赖这个系统了 缺什么就像是政府去要 对吧 那么你这个计划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范围越来越大 那就是国营企业的面就越来越大 就是国进民退 这个趋势更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 这事从2008年国进民退开始 最后经历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 最后到了军管 计划经济 又到了公有制 就是国进民退 它是一个闭环 那么国进民退会怎么样呢 会进入下一个国进民退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趋势会加速 这个趋势一旦起来 不好停下来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 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的这种局面 这是委内瑞拉的实践 在告诉我们的 他这种从国进民退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 哈耶克说过的那条路 对吧 然后呢 就进入下一个国进民退的这个周期 这样的话呢 这个社会啊 进入一个死局 目前没看出来 他这条路呢 怎么解开 就是哈耶克说的那个 国进民退 公有制 一定到最后 把这个个人的权力 全部就压制了 最后把你变成奴隶 因为人类现在 解决这个环的所有的方法 目前看来几乎都是革命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形势 前景不容乐观 尤其是冲结之后 有一定的危险性 国进民退的这个环 这个绳子啊 套在中国经济的这个脖子上 会越来越紧 国退民进 你转转转转转 最后没有那么多 死起来 没什么进了 你进干净了 对吧 就是你自己玩了 对不对 那就剩下印钞一条路了 所以啊 就是建议 所有对公有制 计划经济 冲管 国进民退 这个感兴趣的 就密切关注 委内瑞拉的故事 然后呢 看看中国现在 走在委内瑞拉的 哪一条路上 或者哪一点上 目前是走在了这个 大规模印钞 充债务 就是央行处的 要跟这个债务挂钩的 实际上是大规模印钞 充债务 大规模印钞 这个阶段 委内瑞拉 2016年左右 也是这个阶段 仅仅两年时间 崩了 所以啊 希望有关人 能够认真思考 这条路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好 今天呢 就给大家谈这么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